腾讯体育室 第二负于塞尔塔,比赛亮点,精彩回顾 第十分钟,哥曼斯传球,阿斯帕斯小角度产射打偏 第十三分钟,西斯托传球,贝尔克兰外围右脚远射被挡 第十九分钟,阿龙索传球,阿斯帕斯进区左侧,左脚攻门只是插之毫离 第十七分钟,科斯塔横传,格列兹曼外围左脚打出铁地盏 皮球只是稍稍偏出底线 第三十四分钟,科雷亚传球,格列兹曼进区右侧右脚攻门被挡 第三十七分钟,格列兹曼脚球传中,西门尼斯进区内投球攻门高出 第三十九分钟,格列兹曼妙传,科雷亚进区前右脚大力远射将球打偏 第四十二分钟,格列兹曼传球,科雷亚右脚攻门被挡 第四十六分钟,格列兹后场拿球突然滑倒 格列兹曼撞住机会弹,刀突入进区大力迪射破门 一简令,塞尔塔主场取得领先 第五十二分钟,格列兹曼入四十五度脚船中 阿斯帕斯进区内向点头锤破王,二比零 第七十分钟,萨维奇解维时台脚高高,领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拔下,马进只声是任应战 第七十一分钟,乌格马洛传球,卡布拉尔禁区内投锤破王 但在VAR地势下,裁判认定卡布拉尔认为在先,进球背叛无效 第八十一分钟,约库斯鲁传球,乌格马洛小角度攻门,阿布拉克就显 数据统计,这场比赛马进在客场遭遇了很大困难 塞尔塔对机会的把握做得更好 在萨维奇被瓦杀后西蒙尼的球队无力回天 数据来看,两队射门都是十次 塞尔塔射政四比零,空球率基本平分秋色 出场阵容,塞尔塔343,门将,一塞尔吉奥 后来,二十四龙强里亚,二十二卡布拉尔 四大劳火,中场,二乌格马洛,四洛伯策条 二十三门,德斯达十一,八,贝尔特兰 二十五,阿龙索,前锋,十二斯帕斯十九 宝法尔八十八,九,戈麦茨 十一新斯托五日,护斯罗六十九,马进四四二 门将,十三,奥布拉克,后来 二十四,西门尼斯四,阿里亚四六十八 十五,萨维奇,二哥丁 三,贝利佩,中场,六科克 五,托马斯十一,勒马尔五十六 八,萨乌尔,十科维亚九,卡利尼奇五十六 前锋,七,格略自然 十九,科斯塔,科伦 四十五,吨布拉克 消ión